如果淘汰一个人就会把血加满会怎样 在现在的游戏中 你淘汰一个人 只能获得一个淘汰和他的盒子 假如现在淘汰一个人后 血量会加满 游戏会发生什么呢 一 灭对更轻松 在现在的游戏里 我们灭对是很困难的 击杀一个人后 很可能就已经残血了 这时候再和敌人对枪 很可能自己就凉了 可如果改成 淘汰一个人就会把血加满 那只要成功击杀人 那就会回到最佳状态 又可以进行下一轮钢枪了 根本就没必要打药了 灭对会更轻松 大神超开心 二 药品可以少带点 游戏里药品的主要作用就是回血 尤其是急救宝和医疗箱 可现在淘汰一个人就会把血加满 那很多时候淘汰掉人 都不需要用药品了 我们完全可以少带点药品 将省下来的空间装点别的物资 三 节奏更快 因为玩家知道每次淘汰敌人后 都能立即恢复满血量 这就鼓励他们更加积极的寻找和对抗敌人 倾向于采取进攻性的战术 如主动寻找战斗 进行突袭或伏击等 而不像以前是被动防守 所以节奏会更快